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鱼都刮得很紧 之前鲨鱼用的传统方法比较费劲 现在用这个自动鲨鱼机感觉很快很干净 效果挺好的 用了一年多质量挺好的 然后没有什么问题 总体来说我们节省了很多的时间 在一个偶尔的机会碰到一个我卖鱼的朋友 他只是说我明天早上三点多的起来去鲨鱼 挂铃 开渡 人家鱼挂好了 人家饭店人家过来送 他说你是机械研究院出来的 你为什么不研究一个鲨鱼机呢 这给我一个气象 我开始慢慢的琢磨 经过这一年多的人继续锻炼 现在我们机器上没有什么问题 没什么毛病 现在我给大家示范一下这个鲨开背的机器 看这鱼鳞去的很漂亮很净 看它的开背效果 现在的开背效果 你看很漂亮的 两边 看正面去鱼鳞 这是一款杀黑鱼的机器 看看它的效果是怎么样 你看黑鱼鱼 这个鱼鳞去的非常干净 现在看看它的开度情况 开度效果 开度效果 全开了 全部开了 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个新的发明 大家都知道这是个什么东西 这个玩意 拆也拆得着 这是砂锅的 以前我们用这个东西砂锅 这东西容易自生细菌 容易伤锅 或者说它过一段时间就不好用了 而这个东西是316刚才做的 而且它不伤锅 比较比较好使 对于很多的坚硬的东西 还有锅够 都可以直接洗干净 圆胖也用了 给大家推荐一下 如果想对这个东西感兴趣的 你直接点击了解更多就可以了 大家好 我是圆胖 发明一定能够变成发财 大家对发财感兴趣的 可以百度我们发明名网站 里面有发明的电话 你也可以直接进行购买 你也可以打这个电号码 18515680751 今天给大家介绍的一个新型的发明项目 是很特别的一个东西 叫做新型高空 作业涌梯车 今天介绍的发明人 他叫金龙旭 家乡在东北的吉林 现在在青岛发展 在这里已经干了六七年了 主要生产什么 就是特种车辆 就比我们今天要讲的这种云梯车 他就是靠这个云梯车发的财 这个金龙旭师傅 他说他从小就喜欢琢磨研究车 在国外他看了很多的 同类型的特种车之后 他就想到了这块市场 可能是中国的空白市场 他就想把他们引荐到 把这些特种车 引荐到中国国内来进行研发 再针对中国的市场 不断地进行改进 比如说这个云梯车吧 云梯车在国外 无非就是提到一个搬家的作用 现在很多的楼层 往上预杀了水泥 很吃力的 搬个家也很吃力 那么这些这块呢 一般的全部都是用这种云梯车 经过我们的不断的研发和改进 从原有的一米二的那个高度 现在已经变成40公分50公分高 就利于搬沙的水泥 就可以轻松地搬上去了 这个像云梯车呢 它的核心的技术在提臂 主提臂的那个强度 过硬的话 那么它的重量随时会加重 提到没等到这个 作业的窗口车就会撤翻 那么你在作业的时候 一般的都是要求 怎么也要达到400公斤左右 那么400公斤在 顺着这个提臂往上走的时候 过软的话 那提臂马上就这么看上来 它就承受不了这个重量 过沉了也不行 过轻了也不行 这种大件车啊 看着感觉好像是一个车 加了一个升降机啊 但实际上里面的 技术含量是非常的高 就比如说啊 最基础的这种材质 材质要是不靠谱的话 出了事 那谁还敢用你的设备啊 在这个问题上 金师傅他们的呢 主要采用的是进口的材质 因为它的强度和韧性 都要达到国际标准 还有啊这个重量 就太重要了啊 我们虽然就是接近十多年了 始终保持站在客户的角度 方方面面考虑它的安全性 从我们原先出非常出道的工艺 现在已经达到非常精细化了 而且吧 这个时不时的在教育的 我们这些客户们 定期更换优势生 钢组生也要定期更换 凡是购买我们产品 都要在我们这里要接受培训的 接受培训要达到什么程度 我们看了认为 可以了的时候 它才能可以动 要不在那之前 我们是不放车的 金龙序到现在已经研发 到了第六代产品了 这个车啊非常霸气 但是呢也只需要三十万的左右 能够直接使用到汽车报废 它呢这个车呢 一下子就能把四百多斤的水泥 不到三十秒就能送到二十七八米高 也就是八九楼的这个地方去 像这种实用性的发明啊 你想啊它不发财都难 它可以什么 降低工人的劳动强度 又可以节省私工时间 大大提高了这个作业的效率 还可以用来搬家 这个市场的前景特别大 对于当下 如果想创业赚钱的年轻人来说 想要开这种特种车辆 我觉得呢 它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凡是呢发明明的产品 如果找圆胖 圆胖给你送大礼包 给你送购物券啊 要找圆胖 你可以在评论下面私下留言 他们会把圆胖的电话号码发给